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见风说 听见雨说 爱的誓言那么真 句句话都在心 放声大哭 为伤痛的心找条路 就算眼泪已干像花儿一样貂残 却放弃 飞呀飞 飞呀飞 大夜年年在半前 今年大夜心而乱 已被放弃 双齿无力落沙滩 就算落下沙滩也余额圈 懦弱强势在林间 大夜已久在半前 你却已在别人身边 为了曾经的诺言 用生命和爱情去兑换 为了曾经的诺言 那你却已被 你却已被 我心还要遣 在前面 中文字幕——YK 都醉了 这个曲曲值多少钱啊 三两 才三两啊 黄金 太好了 最近你的生活费和彩头费都有着落了 对啊 中文字幕——YK 不知春不觉悔 不觉悔 什么 他们走了 对啊 他们走了 是 开门呢 别关 等等 等等 开门呢 开门 就差一步 放我们进去吧 混账东西 朝廷有令 日落关门 你们想让本大爷抗命吗 我是秦苑正之女 你开门呢 我们有急事京城 叫你爹来说话 我进不去 怎么叫我爹呀 开门呢 开门呢 开门 快开门呢 大哥 开门呢 香脸 不要再拍了 再拍他也不会开门 看来我们今天 要在外面过夜 委屈你吗 好吧 难道 陈大哥真的把秦香脸带出城了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 站住 站住 我要出城 来者何人 放我出去 没有太守大人的首令 休想出城 我 我相公困在城外 我要去找他 没有首令 你明天再说吧 如果我非要出去呢 私闯城门 格杀无论 大胆 竟然敢拦我 我祝你们九族啊 你这位姑娘 你是何人身份啊 还反了你不成啊 你关我是谁啊 我要见太守 我要出城 出城不可 见太守大人倒容易 给我拿下 是 陈哥哥 你看 天上的星星好漂亮啊 是啊 你看 那颗是牛郎星 你看 你看那颗 那颗是织女星 这讨厌的银河 好端端地 拦着牛郎和织女 这牛郎和织女 情比金奸 纵有银河挡住他们 也挡不住他们的爱情 知道吗 嗯 陈哥哥 我这儿 有幅对联 不知道 你能不能对上 说来听听 钱八卦 坤八卦 八八六十四卦 卦卦 卦卦 乾坤已定 八八六十四卦 卦卦 乾坤已定 嗯 相连 你这个上连 真是精妙啊 我想想啊 嗯 卦卦 六十 啊 钱八卦 卦卦乾坤 钱八卦 坤八卦 怎么了 什么啦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来 你别动 不要 有毒 有毒 你对我情深义重 我怎么能见死不救 不要说这么多了 你 有没有好一点 好冷 我好冷 好 好冷 我去 我好冷 小脸 不冷了 你要坚持 一定要坚持住 带我得到腰牌之使 就是那旁虎丧命之日 你放开我啊 听见没有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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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呀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 你不是要见太守吗 这就带你去见 去去太守 我还怕他不成啊 见就见呗 你就嘴硬吧你 你就等着赤罪吧 站住 什么人 敬个拦截命犯 放开他 好了 你可以放开我啦 好了 你可以放开我啦 你不要命啦 刚才吓死人了 你怎么也一个人跑出来了 我是出来寻小姐的 这大晚上的 人还没有回来 可急死我了 你 你是不是犯了什么事啊 怎么惹上军爷了 陈哥哥和秦姐姐出城去了 我出不去 所以刚才就和管承门的兵丁 给吵起来了 出城啊 那明天还能回来吗 要是回不来的话 可怎么办呀 是啊 明天他还得抛绣球呢 项链 你要坚持 怎么样 邓军怎么样 我去给你采点草药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吧 爹 别走 走 陪我 陪我 好 好 我留下来陪你 留下来陪你 我陪着你 坚持 撑住 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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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睡 向林 行行你千万不能睡 听住啊 顶住向林 别睡啊 别睡 看 看着我 看着我 行行 行行 别睡 千万别睡 那个向林 向林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你想不想听一听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听我说 卵九生 凤九生 九九八十一生 生生 卵凤和鸣 我对好了 我对好了 我对到了 我对到了 卵九生 凤九生 九九八十一生 对 对 对 你说 别睡 别睡 说下去 说下去 生生 生生 生生什么 说呀 九九 八十一生 对 生生 八十一生 看着我 四十一生 下来 我对 我对 打扮 刘云 我你 对我 对我 对你 对我 对我对你 娶妻 就当娶你这般的女子 可现在我一见不遗 又有何资格娶你过门 所以 从今年轻 你等着我 你要好好等我 等着我娶你 好不好 小脸 你坚持住 明天城门一开 我就带你进城 赵大夫 才无知春不久归 百般会自封 卵九生 凤九生 九九八十一生 生生 卵凤和米 相恋 个子不高 刁蛮无礼 可是此人 就是他 若是如此 公主此刻上在军州城内 他还说要来见我 你 你们怎么就让他跑了呢 属下无能 再说 伤我们的那个大汉 实在太厉害了 属下敌不过他 够了 你们退下吧 是 陈大人 我要你紧闭 君州城的大门 宵禁三日 找到公主 铲除乱党 小王爷 这宵禁三日 倒有无妨 可这 紧闭城门 恐怕 此事紧急万分 一定要找到公主 再做打算 臣遵命 你好了 是你帮我上的药吗 你要是没考取公明 倒可以去当大夫了 你别笑我了 今天是书院最后一天报名 我们快一些吧 开门呢 开门 徐师城门开了 快去看看 我们要进城 我们要进城 来 看一下 开门 开门 开门呢 开门 时辰已到 你们为什么还不开门 城内有了 不乱党 今天不开门 不开门 不开门 岂有此理 我们是进城 又不是出城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 进来进去乱党的 进去乱党的 这 你让我们进去啊 大哥 求求你了 香莲别急 大不了 再耽误一些时间 那怎么行 你十年寒窗苦毒 为的就是这一天 这怎么耽误得起啊 可能是天意难违吧 那 那 那你与我 五十之约 我们现在不是在一起吗 别动 我是公主生命的侍女元香 还不放心 放下 驾 元香姑娘 你说今天小姐能赶得回来吗 但愿吧 若是赶不回来 那我 你放心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但愿秦姐姐赶不回来 怕不抛 我替她抛 听说皇上 杨阳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 你等可知罪 皇室 臣侄真的不知道有什么罪啊 赵玉 昭阳公主 跟小王爷赵贞 游玩两壶 在襄阳地带 遭人行刺 你可知道 皇上 正值臣侄 在荆树值 真的不知此事啊 皇帝 你可知情 臣 王爷 来啊 快抬回府去 让太医医治 是 小心点 旁文 在 你可知情 略 略有耳闻 什么耳闻 听小婿说 两壶之间 偶遇劫匪 站退劫匪之后 跟 跟公主继续在两壶游玩 一派胡言 传元香 拜见皇后娘娘 娘娘 奴婢陪公主去游玩两壶 谁想遇到了刺客 幸好 湖北节度时赶来 杀退了刺客 小王爷 安然无恙 可是公主 被贼人给掳走了 小王爷 担心此事被泄露 就把奴婢给绑起来了 奴婢是打混了看守 才得以回进来报信的 下去吧 是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娘娘 臣确实不太明白 这湖北离这里 千里迢迢的 那里发生的事情 实在是 娘娘也不能 听这一人之言呢 襄阳王 在你的地面上 倒废横行 你是怎么替皇上 治理地方的 臣 臣知罪 不容易啊 还知道有罪 唐文 在 你一时公主在先 隐瞒事实在后 皇上忧于公主 旧病复发 要是有什么差池 你有几个脑袋啊 娘娘 我 我 我觉得那个凶手 是针对小旭而来的 这公主只是被连累了 臣望娘娘 把幕后真凶找出来 让小旭戴罪立功 寻回公主 黄大师 你刚才所说的幕后真凶 是什么意思 襄阳王 我又没说王爷您 您心慌什么 什么叫本王清皇 明明是你言有所指 你 你此地无银三百两 黄大师 你 好了 襄阳王 庞太师 你们两个别吵了 现在最关键的是 尽快找到公主要紧 不错啊 总算有个明白人了 王丞相 您意下如何 娘娘 现在 皇帝重病在身 再也不能受什么刺激 娘娘可以转告皇上 就说 公主已经寻到了 不日到今 这边 速派大内高手 去两湖搜救公主 至于小王爷赵真嘛 如果他能在 大内高手到来之前 找回公主 那就既往不咎 如若不然 再问罪也不迟啊 旧医王丞相所奏 唐文 在 你的亲家 八王爷 已经病倒 你回家照顾你的亲家吧 嗯 谢娘娘 臣遵旨 来人 在 传哀家一旨 立即到两湖救回公主 遵旨 臣遵旨 今儿的事真是太感谢你了 王爷 你是不是 真的以为高枕无忧了 难道不是吗 庞太师遭贬 霸王爷昏倒 那个赵真 很快就会被拿到京城 兴师问罪 都这样了 我还能不高兴吗 王爷 如果赵真 在大内高手到达之前 找到了公主呢 这个 王爷 赵真和公主 自幼在一起玩着长大 论感情 你这个外翻是不能比的 只要公主 在皇上面前 为赵真求情 绝处逢生的事情 不是没有可能 丞相 那你说 我该怎么办 赵真现在 只是隐瞒不报 罪不是很大 那你说 什么样的罪 才能算大罪呢 比如说 抗拒一旨啊 对抗朝廷啊 厮杀朝廷清差啊 是吧 那 丞相 那你说 我该怎么办呢 王爷 这话 还要我说得再明白吗 你 驾 驾 驾 下马受死 开门呢 我是汉宣书院情愿症的女儿 开门呢 放我们进城吧 开了 开了 陈大人 真的是你 侄女相连见过陈大人 你 你怎么跑到城外去了 你爹不是说你 正是 陈大人 这午时快到了 你就快放我们进去吧 这 那 你进去吧 陈大人 我们也要进城啊 我们也要进城 还有他们 他们也急着进城了 是对啊 这 这万万不可 若是出了茶池 本官人头不保啊 陈大人 我爹日后 一定会重心于你的 庸男聪明 陈大人 这儿还有几位姓名垂危的老人 你身为君州的衣食父母官 难道你就忍心 看着他们暴死在君州城外吗 陈大人 是啊 在下陈师妹 是乡市投名谢元 敢以人头担保 后面的 都是君州百姓 绝无乱党 是啊 是啊 我们不是乱党啊 是啊 好 你们进去吧 多谢陈大人 多谢陈大人 谢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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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 老板 老板 买区区儿 对 是什么区区儿啊 鸿头大将军 鸿头大将军 那什么玩意儿 没听说过 这 鸿头大将军的名号 你都没听说过 可是数一数二的品种 是吗 二位请稍等 哦 掌柜的 老板 老板 哦 那个是谁啊 怎么这么能睡啊 哦 这是老夫的小职 昨夜睡晚了些 哎 对了 有有有 拿来 我对对 嗯 那 是鸿头大将军 那没多少钱 不急 不急 你放在罐里 我先看一下 好 老板 你快一点呢 我们赶时间 到底多少钱呢 哦 哦 这样吧 二两银子 二两 这区区至少能卖五两黄金啊 嘿 谁让你们急着卖呢 要不你们去别家试试 这 这样吧 一口价十五两 哎 哎 顶多七两 啊 啊 这 你 老板 老板 这样吧 十两 多一分我们不要 少一分我们也不卖 好 就十两银子 哎 这 什么呀 我们还赶着报名呢 也是 嗯 谢了 走 嘿 还真美啊 十两银子 我就买了个红头大将军 老板 哎 哈爷 你醒了 你刚才说什么 是美 什么意思 刚才 来了对亲业男女 卖曲曲 男的叫什么是美 哎 我告诉你啊 我是十两银子 买了一只红头大将军 陈是美 扔我哪儿去 他 他 他出去了 是 快点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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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走开 赏钱 走开 走开 跑虎带了好多人过来 怎么办 走开 走开 上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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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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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让开啊 让开 少爷 请 都给我安静 少爷 都给我听好了 今天这绣球 少爷我要定 谁要是跟我抢 我就要了谁的命 娘子 你虎哥哥来了 快把绣球碰下来吧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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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准备好了没 好了好了 准点开始 你 元秀姑娘 你想干什么呀 如果再不抛的话 不仅你有难 这个书院都有难 我带起姐姐抛 你 再等等吧 欣喜小姐能回来呢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我的娘子 你相公等不及了 快点碰锈球吧 再不扔 我就冲上去抢了 对啊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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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为何带刀 带回去诚问 周总管有请 总管现在何处 就在金州 收摊吧 收摊吧 哎 傅院长 时差还没到呢 哎呀 收了吧 收了吧 现在都跑到后街 接秦小姐的绣球去了 啊 现在这些学子们呢 都特别的势力 既然有这么一个 一群美人 就一步登天的机会 他们怎么会来这里 报名读书呢 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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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收了 收了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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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报名啊 哎呀 这 别理他 收了 哦 哎 等等 哎 报名 你你你 你敢顶撞夫子 名册还没合上 我也有资格报名啊 啊 傅院长 这 听见没有啊 收啊 这 你可 收啊 不行啊 你让我报名 让我报名啊 你们不能这样啊 收了 收了 你们名册没有合上 你让我报名 让我报名啊 不报名啊 走了 走了 不孙啊 孙副远政 莫夫子 请为她报名 秦小姐 你怎么 你报是不报 报报 快写啊 看着我干什么 多谢 秦小姐 现在正好是五十 你不是应该在绣楼 抛绣球吗 抛绣球 急什么 我这就去 走 这个秦小姐 为了姓陈的 成何体统 各位学子 解放司令 今天是我们秦府的 千金小姐 抛绣球招亲 抛绣球及时开始 请大家稍候啊 哪来那么多废话 滚公園 对 滚公園 笼上呢 时时已经到了 快点抛绣球吧 就抛绣球 怎么还没来呀 怎么还不来 算了不等了 我扔吧 不行 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能替我们家小姐做主 那你说怎么办 要不 要不先算了 就说小姐抱恙 这件事情 以后再说吧 这件事情拖了又拖 你当旁户是傻子吗 臭家伙 来来来来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香菱 香菱啊 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怕耽误了你报名 别怕 我不在 必然抛不了绣球 你现在 马上去后接 师妹 你可要 放心 我一定接住 楼上呢 给我听好了 我数三声 香菱 香菱啊 快抛呀 哎呀 爬虎要动真格的了 夫人 马上就来 我还是进来吧 香菱 来了来了 不要不要 夫人 您先回去吧 哎呀 小巧啊 老爷都安排好了 叫他快抛呀 哎呀 夫人 香菱 小姐她有些紧张 我会劝她的 夫人 您先回去吧 哎呀 抛 还是不抛呢 哎呀 哎呀 哎 一 二 二 三 唱奶奶的 ает 招手 快点 别哭 好 别哭 快见 快见 尽 excess 快点 快ering 快點 快点 快点 涵了 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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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了 秦湘莲 你是少有我的娘子 好 秦湘莲 你给我听好了 就时候在我手里 我看你怎么反悔 明天 明天 我就带着彩礼 上门提亲 走 大门提亲喽 走 大门提亲喽 师妹 你 你知不知道 这庞文乃是小王爷的岳障 你居然把腰牌 落在他儿子的手里 你是不是想存心气死我 属下该死 他只是机缘巧合 偶得腰牌 但并不知道 腰牌代表什么 属下也并非与他勾结 只是为了腰牌与他合作 暂时受制于他 糊涂 一成梦多 汉妻 我给你一天时间 哪里丢的腰牌 哪里给我找回来 否则 本总管也救不了你的命 谢总管 总管 韩戏还有一事相报 说 公主隐姓埋名 就藏在军州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私奔吧 私奔 如果只有你我就罢了 可是 绣绣在庞虎手上 我怕会祸及你家人 那怎么办呀 绣绣是元宵炮的 让他去嫁吧 那怎么行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元宵 嫁入庞虎 庞虎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要是让我爹知道 你我去城外过了一夜 所以不能去抛绣球 对你 对我都不好 现在你已经代驾庞虎了 试问还有什么 可以更伤害我呢 小语 沈梅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嫁给她的 嗯 你先夺回腰牌 公主的事 代我向王爷请教后 你先夺回腰牌 你先夺回腰牌 在刑定夺 你真厉害 少爷 少爷 恭喜少爷抢得绣球 多谢韩大哥 怎么样 这没有你 绣球照样是少爷我的 庞少爷勇猛 废话 嗯 我答应你的事呢 等秦贤连过门之后 看你表下了 少爷 少爷 这个绣球非常重要 要不然这几日 就让韩某在你的藏宝阁 好好护卫吧 哎呀 还是韩大哥想得周到 哎 韩大哥真会开玩笑 这等小事儿 何必劳烦韩大哥呢 你就回去歇着吧 有事儿我通知你 再见 雕虫小技 走 走 庞公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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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着这么着急上门吧 我这府上还没准备呢 我心里忐忑得很啊 庞公子是不是得了绣球 浑身不自在啊 怎么会呢 自在得很 好吧好吧 既然娘子这么着急嫁给我 我就成全你吧 好好好 请请请 走走走走走 把金牌从苍宝阁拿出来 放到我床头暗阁里 是 怎么样 娘子 庞少爷 这四月十三 四月十九 还有四月二十四可都是吉日啊 娘子 怎么都是四啊 就是啊 怎么都是四啊 是我成亲不是你死老子了 重算 重算 是 是 庞公子这么淘气 这绣球可是不结实的 若是坏了 你明天拿什么上门提亲呢 哦 对对对对 娘子提醒的是 我看干脆放在我这儿保管好了 你明天直接上门 这个 这个 就不必了吧 你说 我要是真把绣球给了你 你在半路上被人劫了 怪谁啊 就放在我府上 来 安心 哈哈哈哈 花儿落了 人儿走了 心儿痛了 雷儿静了 爱也远了 雨碎了一笔 那是谁的泪 七处理破碎 那是谁的醉 美酒总是世人醉 酒醉心却很累 春雨消失的美丽 失去了才珍贵 到底怎样才算对 我始终没有学会 我又把一切埋葬 才记得反对 心得满 音悦 琴 distintos 樱七处理破碎 樱七处看 婴儿淡了 心儿空了 丝儿断了 情也撩了 风吹了一夜 那是谁的安闻 愿会飞烟灭 那是谁的干脆 谎言总是诗人随 随得让我们马脆 浪费再多的乱乐 因为我已无法后退 到底怎能再算对 我始终没有学会 唯有把爱情埋藏 再继续的分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会长